女孩来履行她出业的服务 夫人告诉她不要惧怕自己的丈夫 可她丈夫却是个变态 她不仅家暴带着丰厚嫁妆的妻子 还把女孩也打得遍体鳞伤 仅仅一夜女孩就被退回了家 她丢失了被长期供养的机会 致使劳保母亲玛格丽特交房租的钱都无法凑齐 万般无奈的玛格丽特只有来找大女儿想的对策 夏洛特给她出了个好主意就是办一场化妆舞会 收取高昂的入场费 并且每个人必须要有口令才可进入 他们的街头地点就起名叫魔窟 届时她会想办法邀请最难搞的法门勋爵来 她受众人追捧 有她的到来自然其他贵族也都会得足面子 夏洛特表示今晚会在贵族们常聚会的俱乐部发出这个消息 母亲特意嘱咐让她带上妹妹露西 拉她一把 晚上夏洛特就向众人一一介绍了妹妹 希望大家对她多关照 尤其对妹妹特意提点了法门勋爵 这是我们的贵族 法门 如果我们进入了她 我们进入了她 姐妹俩邀请大家参加母亲举办的假面舞会 夏洛特和一个爱尔兰人说话时 却引来了霍华德的不满 霍华德的妻子不能生育 她一直想夏洛特为她生下一个孩子作为继承人 送到乡下后假装是妻子生的养大 虽然她恳求过夏洛特好几次 然而对方一直没有答应她 因为霍华德的自私和偏执 她每日就像住在地狱牢笼之中没有自由可言 她知道自己对霍华德的感情也许更多的是经济依赖 她并不想与其有其他瓜葛 霍华德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和任何一个男人说话 她都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愤怒 她总是用难听的话攻击夏洛特 这天警官又来找富人区风月场的老保利迪亚 她提出要找一个黄花大姑娘 利迪亚自知哄天小女孩的是迟早要翻车 她必须知道警官的上线是谁 她一定是个通天的人物 如果搭上这条线 她的买卖自然谁也不敢来造次 利迪亚表示要知道这个人是谁 否则再也不会管这些事了 不得以警官以书信的方式写出这个人的名字 原来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法轮勋爵 很快利迪亚使出自己惯用的伎俩 她物色了一个街上的卖花姑娘 她以介绍工作为由把女孩带到了小屋 小女孩还特意感谢了她的好意 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掉入了虎口 晚上的化妆舞会开始了 玛格丽特要求肠子里所有的女孩都要戴上面具 唯独自己的小女儿能露出面孔 她要向众人展示女儿的与众不同 而利迪亚的傻儿子要带姑娘们去玛格丽特的肠子里抢生意 她要向母亲证实自己也很靠谱 果然晚上法轮勋爵如约而至 谁知哈利夫人也闪亮登场 她要尽快攒够银子赎回自己的儿女 玛格丽特向客人们介绍了这颗异域明珠 哈利夫人能言善道 几句甜言蜜语就俘获了老勋爵的心 灯红酒绿下姑娘们戴着各种面具 净显神秘 这是搬来苏和区后最热闹的一场盛宴 男人女人们工愁交错 推杯换展 没有戴面具的露西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她独自来到钢琴前开始自弹自唱 欢乐的气氛下 大家也纷纷加入 就连母亲都被她的表现震动 一曲完毕一个男人静止走来摘下了面具 竟然是露西心仪的法轮勋爵 这时傻大尔查尔斯带着她的姑娘们 来到了玛格丽特的场子 她嘱咐姑娘们把客人们都带出来 不仅如此 她还交了高额的入场费 谁知早就在莉迪亚那里 被欺压的法国姑娘竟然毛遂自荐 要留在玛格丽特这里 玛格丽特看到这个身姿卓越的姑娘 马上同意给她父亲莉迪亚那里的 60英镑欠款 因为姑娘每次都能赚三英镑 这绝对是个不错的买卖 人本想给竞争对手好看的查尔斯 却无法和母亲交代 母亲把儿子赶了出去 可她却被气得无法入睡 这次的角逐莉迪亚彻底失败 塔利是一定要扳回一局 化妆舞会中的霍华德 看到夏洛特和男人说话 他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嫉妒 咒骂夏洛特是个无情的婊子 夏洛特被彻底气疯 霍华德为了报复夏洛特 找到夏洛特的妹妹露西 让她补偿自己出业拍卖的不愉快 露西和她一同来到偏僻的房间 可这难堪的一幕却恰巧被夏洛特看到 她生气地摔门而去 谁知露西接下来竟然做了更加过分的事